有三种行为是特别影响一个女人的运势的 而且呢 很有可能会让你处在低谷当中 一直走不出来 第一种呢 就是随意借钱啊 尤其呢 是给烂讨话借钱的 这个时候 你借走的不是钱 而是你的财运的 我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一个咨询 一个94年的女孩子 给她的所谓男朋友创业 套了30多万的现金 最后呢 男朋友直接跑路 报警之后 钱也没有找回来 而这个女孩子 这一辈子就过得很艰难了 而第二种呢 就是特别喜欢在背后嚼舌根 说是非的人 他们这就是在造口业 这是会给你日后的生活 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的 会让你的小人欲增多 自然你的贵人欲呢 就变迁了 第三种呢 也是尤为可怕的 就是过多的恋爱 喜欢跟人暧昧不清 纠纠纠缠 本来人生的桃花机缘呢 就那么多 你跟很烂情的烂桃花 过多的纠缠 自然 你的正缘的机缘呢 就少了 那你未来还可能好吗 不可能的